我是一名保安 保卫一方平安 觉醒职业扮演系统 只要完成扮演任务就能获得系统奖励 将来开局扮演保安 别人60岁当保安 我20岁就当上保安 少走40年弯路 检测到外卖员 任务发布 拦截外卖小哥 站住 这里外卖不准进去 我怎么没听过这规矩 我早上来的时候 怎么没这条规矩 因为这是我刚立的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穿着这身皮 你以为你就不是看门狗了 请教我碧桂园五星上架 他也是外卖 你怎么不拦他 你当我傻 这体格子拦他我不得挨揍 喂 你们小区保安不让我送进去 您自己下来拿吧 看门狗 等着挨头速本 恭喜宿主完成拦截外卖小哥任务 武力值加十 存款余额加五万 新任务发布 教训一名不知好歹的业主 这奖励还行 不就是教训业主吗 轻松拿捏 业主到来之后 直接把姜白 臭骂的一顿 还说要投诉姜白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你等着 我接个电话再接着屌你 敢骂我 给你加点小料 等着下岗巴你 我擦 哪个天杀的给老子外卖放毒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武力值加十 存款余额加五万 把身上的现金通通都交出来 谁在跑 我的刀子就要见血了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姜白 你作为保安 还不出手 他妈 是谁眼这么见 怎么的 就你这小身板 还想玩我 任务发布 遇到歹徒全身而退 我是一名保安 所以呢 老子辛辛苦苦一个月才两千吧 谁爱干谁干 大哥 我想跟你混 高风险 高回报 大哥 我想加入你的团伙 什么叫团伙 我这叫团队 好 你和江白 吃里爬外的东西 做个保安 天天被你们投诉 老子早就不爽了 大哥 肚子痛 先去拉个大地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武力值加十 这系统有点不当人啊 不过我喜欢 新任务发布 请宿主夜晚扮演外卖员 辱骂保安 我擦 这系统属实是完明白了啊 白天让我当保安拦外卖员 晚上让我当外卖员骂保安 有点东西 注意看 这个男人是个保安 他刚刚获得了系统奖利 在小区内无敌 我是江白 现在的我 是一名帅气的外卖小哥 喂 那个送外卖的 站住 是你 好家伙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轮到劳资拦截你了吧 没想到你小子业务挺广 彼此彼此 今天有我在 你就别想进这个门 白天跑外卖被拦 晚上当保安被打 你就是个废物 要是我没猜错 你到现在还没谈过女朋友 打游戏从来没上过黄金 不会连跑外卖的电瓶车 还是租的 别骂了 破房了 恭喜宿主 完成辱骂保安任务 五力值加十 存款余额加五万 小杨 这任务简直搜一心 江白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难道是我不够帅吗 你这白天当保安 晚上送外卖 一点志向也没有 所以呢 强哥追求我许久 现在已经当上了 公司高管 他才是我的良配 这样啊 那我这个鸽子蛋大钻戒 就送不出去了 对了 以前一直跟你说 我是乡下小子 那是骗你的 怎么 被甩了开始装起来了 少爷 回家了 爸 我都说了 我不想继承家产 你这臭小子 放着好好的富二代不做 一天天不知道搞些什么 我就喜欢当保安 再不给老子滚回去上学 就把你生活费给停了 你以为我做保安是白做吗 一个月2800 上个月发的还没花完 这个月的又到账了 简直美滋滋 费了 这小子彻底费了 恭喜宿主 保安扮演度增加80 奖励技能 小区无敌 宿主在管辖的小区之内 拥有碾压一切的武力和洞察力 这技能可比前有用多了 江白 好好的学不上 怎么跑这档保安来了 这个世界 有天赋和可修武道 拥有强大的武力 夜心则是江白无效的同学 我又不像你这么有天赋 还是当保安适合我 看着身形 应该是个舞者 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 在我的小区搞事 你是谁 我可是一星舞者 夜心 夜家独女 终于被我找到机会了 就你这雕虫小技 反抗是无用的 这气息 你是三星舞者 知道就行 乖乖跟我走 放开那个女孩 江白快走 这家伙你对付不了 哦 是吗 为什么三星舞者 在江白面前 毫无反看之力 你到底是什么 江湖人送外号 碧桂圆五星上下 怎么说 要不要把这笔给做掉 告个我错 江白 谢谢你 不过这蒙面人后面的势力 不是你能插手的 我会通知家里来处理 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算是孙悟空 来了这小区 也得把金箍棒留下 恭喜宿主 派送外卖一千单 获得称号 全门外卖小哥 派送外卖知识 拥有此届所有知识 又是一个挂地奖励 我这是要在保安和外卖一道 走到巅峰了 这西风导弹的最后一步 研究三个月了 还是没有头绪 只要踏出这一步 咱们的国防又能更进一步 你好 您的外卖到了 可惜了 小伙子 你这什么表情 你们的思路是对的 只不过演算的方向出现了错误 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几位 全是行业顶先的专家 科学的进步 就是在不断质疑中发展 小伙子说的有道理 难道 你真的有解决方法 拿着笔来 竟然只用了一个公式 就解决了困扰我们三个月的难题 这外卖小哥到底什么身份 给我查 必须找到这外卖小哥 此人的存在 甚至可以改变国际格局 吃了福一区 深藏公屿名 外卖送完 感觉脑子都空 现在恐怕连小学数学都搞不定 江白 你怎么来上学了 以你的实力 完全没必要了 小区无敌又如何 还是被老爹制裁了 被逼我上学 对了 别在学校暴露我的实力 要低调 你这有点怕过稳定了吧 马了个巴鼠 江白 你终于赶来学校了 这不是刚子吗 好久不见 怎么遇到了队员大头 得想办法赶紧溜 站住 两个月前 你在我宿舍床上拉屎的那件事 看来你忘了啊 那不是喝醉了吗 我罪你嘛 给我揍他 王刚显然是不知道江白有多强 哎 可怜的王刚 别跑 老子今天必须把你揍出屎来 这什么情况 江白低调到这个地步 归田 这里是华夏 我劝你收手 林峰 华夏顶尖舞者之一 今天终于找到机会 除掉你 不愧是樱花国的七星忍者 我不是对手 你也不错 六星舞者 只不过遇到了我 受死吧 喂喂 你们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小兄弟 快跑 这人不是你能对付的 巴嘎 一个臭宝安而已 敢拦我 你这么吵 吵到我业主怎么办 你低 良心大大低坏 我连你一起杀 在我的小区 就要遵循我的规矩 那你 我堂堂七星忍者 被一个宝安删飞了 龟天 龟天 你连我华夏一个保安都不如 不 我不信 刚才是意外 看我这飞脚 还是意外吗 小兄弟 此人是樱花国人 在我华夏境内抓捕平民做实验 罪恶滔天 什么 还有这等事 小巴嘎 不 你不能杀我 否则 否则 没有否则 今日 我碧桂园五星上将 赐予尔败亡 这小兄弟到底是和实力竟如此强大 多谢小兄弟相救 无妨 这是一个华夏人该做的 小兄弟有此实力 为何在这地方做个小保安 不如加入我华夏龙祖 如何 做保安不好吗 悠闲自在还有公子领 像你这样的 天天被人追杀 刚才要不是我 你就已经隔屁了 那等小兄弟有想法了 随时联系我 特么的 我只要出了小区就是弱鸡 谁敢加入什么龙祖 什么 龟田军被杀了 是的 大人 据说下手的是个小区保安 这个废物 连个小区保安都打不过 我倒要看看 那保安到底是何方神 人生 小兄弟 我们得到消息 一位八星忍者 即将对你动手 快跟我走 去哪 我这不能矿工的 口工资你赔我 小兄弟 八星忍者可不是开玩笑的 据说能硬扛机关枪 这么生猛 没错 跟之前的龟田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那就更有趣了 走 今天一个都跑不了 普通热武器 早就对我没用了 糟了 这松下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变态 热武器对你没用 那冷兵器呢 你这锅哪来的 我说我随身用来煎鸡蛋的 你信吗 八嘎 敢打我帅气的脸 你们统统死啦死啦滴 不好 这松下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还爆气 你你以为你全黄啊 什么八星忍者 还没我这二十块买的平底过硬 前辈如此生猛 何不出山护我华夏 这个世界局势动产 华夏一步不是高手 从此不去 对华夏不是单单 嘿嘿嘿嘿 我有我不能出手的理由 我要出了小区 出中生都能揍我 前辈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 使不得 使不得 这前辈的嘴硬 身体却很诚实啊 这样吧 我虽不能出山 但你遇到危险 可以来小区找我 那就多谢前辈了 等一等 这个金子还有没有了 我看着顺眼 怎么 想让我办事 还扣扣搜搜的 前辈你简直像个土匪 放心吧 收了你的保护费 有事来小区找我 我应花过一下损失两位大将 到底是谁干的 根据松下军死前传回的消息 对方似乎是一个保安 保安 我早就说过 华夏影视高手众多 不要轻敌 两个蠢货 那大人 现在是要继续派遣 高手做掉那保安吗 我亲自去看看 你说什么 总之交给你的活动经费 全被一个保安给收走了 那前辈根本不讲道理 蠢货 那些金子可是咱们一个月的活动经费 这么大个人了 还被人收保护费 我都替你丢人 那前辈强的离谱 我是被强迫的 再强能强的过我 罢了 我亲自去看看 你就是那抢金字的土匪 注意你的言辞 什么叫土匪 我是一名保卫人民财产安全的保安 知道我是谁吗 谁知道呢 难不成是村口二大爷 我二尼玛 我是龙祖龙王 龙王 知道我的名号 现在知道怕了吧 不是 我就想问问 你们龙王会歪嘴吗 卧擦 原来世上真的有歪嘴龙王 好